我們隊主如果有一點經歷的話 就會感覺到說 哥林多前書告訴我們那個恩賜方面 那個前面那個恩賜是我們人的那個才幹的幹人需要被對付 但是呢後書裡面講的就是那個恩賜是講到說 我們經歷主 經歷主那個恩賜就是有沒有那個能力定死自己 把自己定在那個十字架上 我自己的那個生命那個恩賜才能夠 才是這個職勢的一個中心點 那我很寶貝是說我剛得救的時候 自己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天然的人 那天然的人也有自己這一份的那個努力 那我是一個很快的人 看信息也很快 說話也比較快 那剛開始在照會裡面呢 就是起來聲言的時候 也是裡面有感覺就趕快跳了站起來講 那其實我就很摸著一個點就是 當時呢我是把保羅呢 保羅是一個非常在靈裡的人 我卻把保羅講成彼得 把那個名字都講反了 那我當時呢會後 我也不知道我講錯了 甚至在會後也沒有任何一個弟兄姊妹 來跟我定罪我說 立娟姊妹妳講錯了 妳把保羅講成彼得了 後來我回去的時候翻那個聖經的時候 發現主啊我怎麼把一個這樣的一個 這麼在靈裡的弟兄講成彼得 那裡面就一個聲音非常定罪我 可是神祖祂卻來安慰我說 不要怕 因為在照會裡弟兄姊妹都是愛 阿妹 給我一個很大的信心說 主啊實在是我們在照會裡面 沒有弟兄姊妹會覺得說 一個剛出生的嬰孩 就是說會有弟兄姊妹會覺得妳是那個 但是我覺得很寶貝說 在照會裡面呢其實 為什麼我們今天能夠被變化 阿妹 因為我們這位主呢 祂不是四而又悲的 那我們能夠變化呢 是祂的話 祂才安慰我們 在我們受患難的時候 阿妹 那個安慰其實會很寶貝我們 現在有人告訴我說 祂不會禱告 祂不會伸眼 我都告訴祂 沒有關係 在照會裡我們就是這樣 被這位四的基督 十一的基督 來變化我們 我們不用害怕說 我們不是一個穩定的人 其實生命一直進來 我們一直被這些 這位基督 一直匆忙我們 被構成到最後 我們這個人 就是一個穩定的人 阿妹 就看我們這個人 不願意把自己敞開 不願意起來伸眼 不願意為主說話 阿妹 我很寶貝今天的那個交通也很 讓我自己也很受安慰 我也常常在傳福音 在經歷主的事上 常常會受苦受壓 可是我常常就覺得說 主啊我很寶貝 因為在祢裡面啊 那個受苦受壓 就是要變化我們這個人 所以我們這個人 不再從自己說什麼 阿妹 在主經講什麼 因為我們這個 鍛鍊自己裡面是死的 那個受壓對我們是有益處的 我們生命能夠成熟 阿妹